主要是最新公布的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现连11个月下滑 创下两年多来的新低 那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呢 在4月是4.9% 5月则降到了4% 这是2021年3月以来新低 同时核心CPI年增率也降到了5.3% 两项数据都符合市场预期 显示美国的通通压力进一步放缓 因此一般预料 联准会在未来两天的会议当中将暂停升息 不过外界认为联准会仍然会维持鹰派的基调 所以不排除7月恢复升息的可能性 另外被称作40年来 美国跟台湾之间结构最完整贸易协定的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13号在美国众院的继续委员会 通过第一批实施法案 不过这项法案还需要通过参众两院全院的表决 才会送进白宫 让总统拜登来签署生效 加州众议员蒲英朱也呼吁委员会 要制定避免双重磕睡的法案 来促进美台投资 并且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美国两院跨党派议员提出的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首批实施法案 在众院岁纪委员会通过 法案目的除了批准美台6月1号签订的 第一阶段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也为了强化及发展美台互利经贸关系 为扩大合作奠定基础 并且为未来的协定建立透明及协商条件 加州众议员补银珠表示 支持台湾不受中共侵犯的自卫权 呼吁美台尽快解决 避免双重磕睡问题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第一世纪贸易倡议协定首批实施法案规定 在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前 美国总统要先向国会提出报告 并且在30天之内认证 证明双方都采取旅行协定需要的措施 在美国还有一件事情 是全球球迷在注目 美国直来NBA总冠军出炉 丹佛尽快在13号拿下了47年以来 对史上第一座总冠军 让丹佛球迷陷入狂欢 没想到球迷们上街庆祝 却爆发枪击案 目前知道是有10人受伤 而据丹佛的警方说 有不少伤者只是路过 却被榴弹击中 那么很多人问 这是乐极生悲吗 警方说他们目前逮捕到两名嫌犯 有可能跟毒品交易有关 短短5秒就接连传出20声枪响 连远警都被吓到跪在地上 夺子弹 估计民众吓傻了 第一时间根本反应不过来 不止手机录下枪击发生当下 整体事件就发生在美国丹佛 精坏队刚在主场拿下丹佛市史上 第一个全国篮球冠军 开心的丹佛球迷跑到球场附近 放烟火狂欢 成千上万人挤爆马路 却在午夜警方协助散场的时候 爆发枪击事件 包含开枪的人在内 共有10人受伤 其中至少一半只是路过民众 由于庆祝活动 本来就有大批警力部署 两位枪击嫌疑犯 马上就被逮捕 警方也在现场 发现大量奔泰尼毒品药丸 事发原因有待厘清 不过丹佛警方目前不排除 和毒品交易有关系 TBS新闻最后报道 而说枪击呢 日本人路上自卫 对演习场上午发生枪击事件 而现在最新消息是 已经造成了两死一伤 根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 这事情发生在日本 岐阜县的日野基本射击场 开枪的自卫队员 目前知道是年仅18岁 已经被日本警方逮捕 正在调查犯案动机 等一下有任何进展 我们会持续待您掌握 不过说到日本今天 让人感觉到震撼的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是日本女性广莫梁子 日前不是被踢爆 跟一个米其林主厨 闹出所谓双重不轮吗 他当时是大力撇亲 不过今天上午 广莫梁子急转弯 改口了 以亲笔性坦诚一切 说对双方家人都很抱歉 而金利公司也立刻表示 将无限期停止 广莫梁子的工作 日本电影爱情失格 女性广莫梁子在里头 被丈夫劈腿 明明知情却还是不离不弃 甚至还与小三持续往来 金战演出获得电影 寻爆最佳女配角 只是现在这外遇的剧情 却真实发生 不过角色对调了 因为出轨的是广莫梁子本人 被拍到与已婚米其林一新主厨 鸟与周座私约 还入住同一间饭店 有不伦关系 广莫梁子14号上午 发出亲笔信写下 与南方的关系 如同杂志报道所述 已经向自己的家人 说明这件事 亲口道歉 希望博取原谅 对双方都感到抱歉 南方主厨鸟与周座 时常在社群 PO出自己做菜的影片 这回同样发出谢罪声明 表示报道内容大部分正确 两人推翻起初的石口否认 希望各界原谅 疑似就是担心 日媒将公开更多内幕 才会急转弯 在日剧里展现最美CEO气势 广莫梁子曾有20世纪末 最后的美少女之称 42岁的她几乎每年 都会有隐居作品 如今恐怕得停工好一阵子 因为经纪公司也宣布 她将无限期停工 广莫梁子未来恐怕 不只丢了家庭 形象也难以挽回 TVB新闻 小明正讯 天台被报道 另一个在日本 也值得关注的消息是 北约在日本要设办事处 传出有新进展 日本经济新闻 13号的报道指出 北约计划 2024年 要在东京 设立一个联络办事处 这报道并且指出 各国已经各自准备好 合作文件 那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过去曾经表示 日本没有计划成为 北约成员或者是 办成员国 不过北约希望 透过东京联络办事处 来深化与太平洋地区 四个主要伙伴 也就是日本 韩国 澳洲 纽西兰的合作 只是要设立新的 北约联络处 需要北大西洋 理事会的遗志通过 而先前 法国总统马克宏 对于北约在东京社处 曾经表示反对 他认为 北约应该继续聚焦 在北大西洋区域 分析就指出 来自法国的阻力 会让北约内部 对于东京办事处的讨论 变得复杂 而在同时 南韩总统尹锡月 继续国际间爬爬灶 他的办公室13号表示 尹锡月将在下个星期 先后访问法国跟越南 并且与两国领导人会晤 那么尹锡月是将在 6月20跟21号访问巴黎 期间会跟法国总统 马克宏举行峰会 尹锡月也将参加 第172届的国际展览局 全体大会 帮助釜山来申办 2030世博会 而在访法之旅结束后 尹锡月将会在 22到24号到越南 进行国事访问 与越南国家主席 武文赏举行 峰月元首峰会 讨论将双边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等等 希望深化 韩月关系发展的规划 而尽头在转往美国 美国前总统川普 为了非法持有 上百份机密文件的案子 在美国时间13号 第一次在 迈阿密联邦法庭出庭 那么对于37项罪名 川普是全盘否认 而且在离开法庭之后 川普还跑到 当地知名的 古巴餐厅取暖 主要是川粉 想要提前一天 为川普庆祝他的 77岁生日 所以包下这间餐厅 现场还真是人潮激爆 为了拍摄 美国前总统川普 前往佛州 迈阿密联邦法院 出庭的历史镜头 美国媒体使出 看家本领 一路从空中紧紧跟随 早在川普抵达前 法庭外就已经很热闹 但川粉人数不如预期 远低于预估的五万人潮 通常还有反川民众 刻意穿上囚服来呛瞎 不过遭到警方强行带走 报道称川普出庭时 没有上靠 也没有拍摄嫌犯大头照 面对37项联邦起诉的罪名 也全盘否认 但川普很快又甩开阴霾 还下一站来到知名古巴餐厅 提前庆祝77岁生日 川普在颁出司法迫害一说 但他的前四人律师科恩可不这么认为 不过目前川普在共和党内民调 还是高达43% 远高于佛州州长迪尚特的21% 显示这场官司 丝毫不影响支持者对他的看法 与新闻综合报道 至于中国大陆的外交动作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应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13号抵达北京 展开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而综合美联社等外国媒体报道 巴勒斯坦访华 是因为中国大陆正在努力强化在中东的影响地位 包括推动一巴和谈等等 而主要目的除了需要中东能源之外 中国大陆也需要更多盟友跟美国抗衡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专机 13号落地北京 大陆外交部副部长邓丽在停机坪迎接 这是今年首位访路的阿拉伯国家元首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在北京会见陪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访华的 巴外长马利基 秦刚表示 中方一贯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陆媒报道 阿巴斯这次在大陆 两国将聚焦讨论阿拉伯和平倡议 阿巴斯更期待北京在巴勒斯坦 以色列问题上发挥更大影响力 4月以巴冲突升温时 大陆外长曾分别致电两国外长 表达大陆愿意推动对话和解 这也是大陆在今年3月 促成沙古地阿拉伯和伊朗 重新建立邦交试图调停无二战争之后 为了将自己塑造成全球和平使者 下一步的野心就在解决中东冲突 综合法新社等外媒评论 大陆积极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 可能有两大原因 首先是经济层面 因为大陆发展一带一路和海湾阿拉伯 产游国家经贸关系紧密 因此大陆想在中东议题上 掌握更多话语权 另外在政治因素上 随着中美对抗持续升温 大陆积极拓展中东盟友 也成为外交重要战略之一 TVBS新闻综合不动 而国际间不少足球粉丝 现在眼光也集中在中国大陆 主要是梅西来了 阿根廷足球天王梅西 日前才宣布将加盟 美国足球大联盟的 迈阿密国际队 这消息一公开 球队门票价格就传出 暴涨十倍以上 那么确实梅西有这样的魅力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几天梅西在北京 掀起什么样的狂热 全部人高举手机 大喊足球天王梅西 饭店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 门口也是人山人海 还得出动保全帮忙 维护秩序 有人拿出梅西高举 氏族金杯的照片 还有人秀出珍藏已久的球衣 穿在身上 骑在朋友肩膀上 等待阿根廷国家队的到来 他在我心中 已经不仅仅是足球了 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偶像 为人很谦逊 他做到了前无果仁 后无来者 然后还如此的谦逊 然后对家庭的态度 对职业的态度 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数百名球迷 挤在北京这家饭店 因为梅西率领阿根廷国家队 15号正在这里 与澳洲进行友谊赛 梅西在海关发生了个小插曲 拥有阿根廷和西班牙 双重国籍的他 戴了西班牙护照 在中国没有免签协定 让他受困北京机场两个小时 好不容易紧急加办签证 除了海关 抵达饭店 就是一场超盛大的欢迎会 球迷们的热情 让现场陷入一片混乱 不但取消了见面会 连饭店健身房也被占据 让球员只能在宴会厅 做室内训练 12号才顺利转往 北京当地球场进行训练 不过这都没让中国的球迷 就此放弃 无论每天球员们训练到多晚 回到饭店还是受到热烈欢迎 很多年轻人连续好几天守在这里 只为了看球王美西一眼 我从周六到周日连续 从机场到这边蹲守了30多个小时 就想多看那几眼 也没睡过觉 就特别累 但是就觉得看到之后 就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就是那种累就一扫而空了 有这个机会 而且就这几天了 我觉得不睡觉 也就是五六天吧 也不会怎么样 反正周末已经瘦了五斤了 我觉得非常开心 美西在中国掀起话题热潮 而接下来更兴奋的 莫过于美国的球迷 以五千四百万美元 约合台币16.6亿元年薪 美西签下四年合约 确认落脚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迈阿米国际队 没有选择沙烏地阿拉伯球队 端注的四亿美元 约合122亿台币年薪 美西放眼未来 因为下届美洲杯和世界杯 都在美国举行 迈阿米街头 已经能看见有餐厅外墙 绘制美西头像 要迎来世界级的足球巨星 也让当地民众十分兴奋 美西2021年 以3500万欧元 约合台币11.4亿 签约巴黎圣日尔曼 汉姆巴佩内马尔 成为发甲豪门三巨头 但他在5月时 没经过球团同意 前往沙烏地阿拉伯 做观光大使活动 被罚竞赛两周 之后就传出 双方不再续约的消息 让球迷相当失望 出动大型机具 站在高楼外墙 仔细用喷漆作画 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 近期出现这幅巨型梅西壁画 来自阿根廷艺术家 对国家英雄的钦佩 今天世界上是亚洲艺术 为美西 我觉得我们赢了碘 我看到全世界上 在亚洲艺术 秀出手上的十号刺青 医学院学生宿舍外墙 成了他描绘偶像的画布 主动数十罐喷漆 仔细刻画足球天王的 腼腆微笑 蒂拉纳是2023年 欧洲体育之城 他的创作吸引不少民众 驻足欣赏 长25公尺 宽10公尺的巨型梅西壁画 在阿尔巴尼亚闪耀 球迷们都期待梅西的下一步 在新东家再造奇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聚焦两岸 南投日月坛跟大陆杭州西湖 举办了十几届的两湖论坛 在疫情过后 今年7月将重新举办 南投信长许淑华说了 他会亲自率团到杭州去参加 他受访时强调 会带着南投茶叶到大陆去推广 不过两岸情势紧绷 这档登陆也备受关注 南投日月坛 不管是晨曦或博木 不同时间点有不同美景 更是国际知名风景区 2004年跟大陆浙江杭州的西湖 地结为姐妹湖 也开启两岸对谈 这谈字直接双关 甚至还举办了十几届的两湖论坛 南投县长许淑华证实 他已经收到杭州市邀请 今年7月将率团到浙江 参加两湖论坛 也是疫情趋缓后 首位前往大陆的县市首长 南投县最大的农作物的产业 就是我们的茶叶 这三年来疫情的影响 那可以说让我们很多的茶农茶商 仓库都堆置了几千几万顿的茶叶出不去 那所以在议会的督促之下 也希望县政府尽快的 尽快的为我们所有的农民 打开销售市场 但最近供机频繁绕台 县长难道不怕 这十道大陆被贴标签 南投县我们跟杭州呢 这十几年来都有两湖论坛 你在进行 我们也希望为我们南投县的观光 还有我们的产业 能够带来更大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成绩 要推销我们农产品 他有可能给我们接受 尽情地给我们农产品拖掉 不知道它不好不好 我是希望会更好 我觉得很好 身为地方的父母官 能够照顾到我们的农民 然后把南投县的农特产品推销到各地去 日月坛跟西湖的两湖论坛是在2009年创办的两岸城市交流论坛 由南投和杭州县市政府共同轮流隔年举办 希望透过两湖论坛建立沟通平台后再建立一个民间合作平台 来推动双方文化观光旅游民宿和文创等各个领域实质交流与合作 而与南投县长徐淑华一同参与论坛的主要以杭州市官员和民间单位为主 最高层级目前预计是杭州市长 在两岸情势紧绷状态下 南投县长徐淑华登陆 备受关注 TVBS新闻陈家贵南投 好辛酸喔 太扯了啦 有必要吗 这就叫我们流水啊 我这辈子再也不吃竹筒饭了 我们为什么会在野外做这件事情 帮我升起来就要帮我给我盖洗 不能这样把他压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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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太扯了 周日晚间八点光录影就很忙了 本节目由马力连硕声音冠名播出 时场难混必须足够机智 星星公主强势回归 刘总 跟林董的女儿定欢了 在五分钟就要开会了 希望你已经想出你的替代方案了 工作要做 恋爱也不能待遇 今天还好帅喔 酷 6月24 TVBS42台缓间10点 强势回归 你知道你妈告我妈伤害这件事吗 是你先告我情战 那你现在要怎么样才肯撤销告诉我 让你妈回车跟我道歉啊 等一下 这三个月的生活费 你去甜点店接受储备店长的培训 只要三个月还要通过店长的考核 我是今天要来面试的周星星 你迟动啊 对 你失去了面试的机会 TBBS42台缓军节10点 因为你如此调言 由1分钟时速冠名赞助播出 因为市企图很厉害 最近很流行 长袖 不错 他没有穿衣服耶 你们在干嘛 射汽球捞鱼 超带那一片 太夸张了吧 本节目由家家生衣 七日仙冠名播出 我喜欢你 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如果说校园是恋爱的摇篮 比人快乐 职场就是恋爱的本木 有人来了 我真的一无是处 我根本就是你在压我 爱情照尽现实 她说不是什么呀 怎么样 也不太好 我真的要下去了 她们是否独动机智化解危机 我不想让她攻击 跟刘松峰靠在一起 六到十四 TBBS42台 关键十点 机智职场生活 这是我们反击的最好机会 当初我答应你 是因为我想要保护好我的家人 你看看陆湘婷一家 半夜之后 还好 这不是你的主意 我没有办法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要可怜我好不好 我真的太难了 我想去看范燕芷 每周六晚间10点 TBBS42台 心爱坏蛋 联播两集 马力全硕生衣冠名播出 昔日天团禁定竹女团 下面这边是镂空了对 我穿 我也会偷男伴手 我要不要 我也会偷aja 你看 我只能干嘛 我就是真的扑卡 我不是在胸口耶 为什么变清滑穿起来这么遗憤 TBBS戀的台 40月频道晚间九点 女人物费大 想时尚 爱恒请人中心 在新竹这个社区型的老房子 已经陪伴曼菲尔 二十四个年头了 我们希望筹措三百万的 经费来帮助这些 好 今天追踪第一线 来到与天下杂志合作的时间 我们要连线的是 天下杂志之声传述吴靖芳 靖芳您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好 是 靖芳我们知道 今天初刊的天下 有一个焦点是地方创生 那么这几年 关于地方创生的讨论 其实不少 109年还被定为创生元年 那么为什么天下 会在这个时候 再次报道这个议题 天下在这次报道当中 有发现这几年来 地方创生的相同 或者是不同的发展吗 是 其实我们有发现说 蛮多的年轻人 开始选择进入乡村 或是进入地方 那以前在上一代的 可能会觉得 我们要去都市 或是我们甚至要去海外 才是比较好的发展 那我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 他其实有不同的想法 那第一可能是因为说 他第一个是比较有理想性的 或者是说他其实看到地方 有发展的机会 所以他们会做这样的选择 越来越多年轻人投入 对地方来说 感觉上我们光从这个电视画面上 就可以感觉到地方上 年轻活力多很多 像这次进方 我们知道你是去高雄 子官 是子官吧 是一个科寮渔村 你那边观察到什么 那么年轻人回乡 对于地方上本来的长一辈 他们是开心接受吗 或者是其实中间有一些磨合 然后进一步的对观光客来说 我们一般觉得 就是一个小渔村 偏向小渔村 您觉得有什么 等一下你可以跟游客建议一下 其实也值得大家多看一看的呢 子官是就是科寮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就是他原本当然就是 如主播所说 他就是一个小渔村 他当然其实是高雄的 限流渔获的一大集散地 那以前游客可能去了子官 去了科寮 就是去那个观光渔市 吃了海鲜 他就走了这样子 那他们这些 就当地的大哥 跟回乡的年轻人就觉得 好像我们这个地方 不是只有海鲜 我们其实有很漂亮的夕阳 海岸很美 那希望说观光客来了之后 可以留下来 所以他们就 其实很自发性的 就是其实就很像一个同乐会一样 我们要做一个好玩的活动 他就做了 他们就是每一个人 一万两万几千块这样子 就是全部都是在地乡亲 这样小额的募捐这样子 然后小额的集资 然后做成了一个音乐祭 那2012年的时候开始 其实最近也是超过十年 不过当年的那个盛况 就直接吓到了乡亲 就觉得说 哇原来我们做一个事情 是有这么多年轻人 因为就是做摇滚乐嘛 然后所以就大家都 年轻人都跑来这个地方 来看我们做这个活动 他们就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 就是路边就会 比如说跟一些大哥聊天 他们就讲到这件事情 就哇嗅嗨嗨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 对这件事情是很有 很像一个上了一个荣誉榜这样子 然后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快乐 那这个东西 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其实科僚是一个 当然我们刚刚讲到 是一个小语村 那他以前是 人口是非常多的 但是后来就是 在很早年的时候 人口是蛮多 可是后来因为 其实因为县市合并 或是说因为整个在地方的发展上 就是工业区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所以其实年轻人都跑到工业区去 所以地方其实人口是越来越减少 所以那这样子 如果说可以作一个好玩的活动 让这个地方被看见的话 其实他们就是会很有的 对这个地方的信心 会重新的拾起 然后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然后以及说这个团队 就是科僚的这个 渔村小摇滚的团队 后来他们也除了做音乐节的筹划之外 他们也去说 我们的社区需要什么 所以他们就去做了高风险家庭的 孩子的关怀 就去做客后辅导 然后以及说 这个地方我们的历史要把它收集起来 去收集老照片 做文史的展览之外 他们也去做说 把这个以前的旧聚落 那种120年的古厕 把它修建起来 变成社区的文化中心 这都是在活动的一个 好像几天的活动之外 去对地方有一个更深远的影响 这样子 听起来今天要出刊的 天下充满了正向力量 那么说到年轻人 我们知道的是 你们这一次系列报道里头 还去拜访了另外一个 大家其实很熟悉的 就是写做工的人的 畅销作家林立青 那么林立青做的事情蛮特别 她不是到偏向 她就在台北市 是在万华 那么为什么你们会选择 要采访林立青的故事 还有刚刚我们听到你讲 青年回乡了 感觉很正向力量 很充满了欢乐气氛 可是是不是林立青 在台北的工作 反而碰到很多困难 有很多挣扎 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林立青就是因为她这个畅销作家光环了 所以很多人都认识她 那时候她决定要去投入 要做这样一个 其实她就在做 街友的职训 就是说职业训练 那她跟其实万华在地 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街友职训的NGO 然后就是非政府非政府非政府组织 那她们其实在做的事情 跟林立青有一点不一样 是他们可能是去希望他们 用社工就是去教他们用一些 学习一些专业技能 那林立青跟他们的角色 比较不一样 是林立青本身 她就是一个专业者 她就是一个工程师 所以她很清楚知道说 我如果需要去做一件事情 我需要技能的整个流程 大概是要怎么训练起来 那她那个时候 其实一开始她也不是说 马上投入这样子 因为她那时候是在疫情之后 她看到了说 其实万华这个地方 有非常大的一个能量 但是她想要做些什么 她不想要只是在脸书上 写文章而已 所以她那时候就开始去想说 我能做什么呢 那我第一步可能是说 我去引建一些 比如说铁工厂木工厂 他们可能会愿意去 教这些街友 就是年轻有工作能力的街友 去工作 后来她发现有点行不通 就是说一般的蓝领的学徒 是可能不太适合 因为街友大部分 她可能是人生遭受重大打击 所以她其实这个支持系统是不够的 所以她后来就偶然 就是因为拿了一个高压清洗机 她就觉得这个东西或许可以 让他们有一些成就感 这样子 就是你知道那个水枪一冲下去 立刻就是从黑到白这样 那个成就感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就是用这个好的机器 然后用一个好的模式 就是说我创一个公司 然后我看到了 第一个是说他们的需求 可能不只是说要有一个工作能力之外 他们还做了说 我知道他们可能找不到房子 所以让他们去 我先就是公司先租一个房子之后 再转租给街友这个模式 让他们其实是在整个 不只是一个职场的职业训练而已 他其实是创造了一整个支持系统 然后帮助这些有能力工作的人 他其实可以重拾他的生活的尊严 跟他的信心 那我觉得这个模式 他当然是在所有的 以目前来讲是一个蛮创新的模式 但他也同时在遇到一个 目前一个小困难是说 因为其实立青是非常会说故事的人 非常会论述 他脸书的文章就是很多的转发这样 但他们的目前的捐款也小有成绩 不过以现在来讲说 他们的工作整个模式 其实要花费的资本是蛮多的 然后他在比如说接了一些遗屋案 就是孤独死现场清理的这个部分 那他这个东西是花很多人工 以及很大的庞大的亲密费 这都是蛮烧钱的东西 然后他们现在也要去做 第二据点就是说 他们要交接油怎么做油漆洗车 那这个其实都是非常烧钱 所以其实在资金的取得上面 或者说在整个社会的募捐的状况 还是需要再加把劲这样 这可能是他目前稍微有了一个困难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正面效应 要持续下去 可能大家都还要帮忙处理 另外说到地方创生 我们刚刚看到一些地方 现在充满年轻活力 不过呢 就我知道是 其实会有一些地方上的老人家 会觉得地方创生 然后就是假日的时候 一大堆观光客来 打扰到我们平静的生活 然后需要赚钱 也就是那一些商家在赚 然后我们赔掉我们的生活品质 会有一些地方这样子讲了 你们这次在金山观察到的是什么 是不是开始这样子的 过去可能有一些地方上不同派别 不同的意见 开始在渐渐融合 开始在扭转这样的状况了 金方 是我先回应说地方发展的这个想法不同 其实是很容易遇到 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以为说我要做地方创生 就是我有一个计划 我去申请公部门的经费 然后好像我就可以开始在地方上 做一些什么事情了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本末导致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其实是应该要在地方蹲点 就是刚刚主播有提到说 就是大家想法不一样嘛 所以你要去理解社区到底想要什么需要什么 然后去跟大家有一个共识 就是高伯 就是交心嘛 然后去取得去沟通 然后知道说大家到底想要什么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往下一步走 那这个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漫长 像我们写到案例里面 可能以台湾好基金会 他就在屏东潮州蹲了大概四五年吧 他才有办法开始去做 他想要做比如说当地老圆环的一个绿化 一些办一些活动 就是你需要去取得很多的一个信任 才有办法去做地方创生 因为地方最不需要就是有人跑来跟他说 你怎么样做比较好 你这边有个咖啡店比较好什么之类的 他们不需要这种东西 他们需要的是你要去听他们的需求 然后去跟他们就是好好的交心 那我再回到刚刚提到说 这个金山的这个例子也是蛮有趣 就是金山是一个 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过金山 去过那个老街吃鸭肉 那是他们非常有名的一个名胜 这样子的一个好吃的东西 但是其实在蛮多的时候 很多人去金山就是半日游 最多就是一日游 那金山整个金山万里一带的国旅号称 应该说国旅含外国光客 号称是有280万人吃 但其实这个是 大家都是去那边 就是沾酱油一下就走了这样 所以他们当地的商家就很有危机感 就觉得我到底要怎么样 让人留在这边然后更多的去体验 我们金山的好东西这样子 所以那他们的假想就是浇西嘛 因为人家去浇西会在那边住一个晚上 可是人去金山是不会在那边住一个晚上的 那你没有住的话 或者你没有留久一点的话 你可能在那边的 就是说留下来消费东西就比较少这样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想说 我要做什么事情才能把金山这个品牌经营起来这样 所以他们就从一些年轻商家论坛开始 我要怎么看账本 我要怎么做行销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的就是说 我就画出了一整个金山万里一带的地图 就是说你来金山到底可以怎么规划 你可以规划长时间的行程 还有比如说你可以去美术馆 你可以去吃 当然也可以去吃鸭肉 然后去烤地瓜 然后去看蝙蝠的生态 或是去看黄火的语法 或是去看蚯蚓的什么一些生态教育之类的 就是他有非常多的一个这样子的集合众人之力 然后把金山这个品牌建立起来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 就是说大家要先去讨论出来说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 然后有个共识之后 你才有办法往前推进下一步 那这个其实在金山 他们后来就有个旅游品牌 叫做旅游品牌叫做金山漫游 那这个东西它就等于说 我其实在好几个小商家的一个协力之下 我可以去接比如说很大批的团客 以前可能一个人只能 一个商家只能接待20个 我现在可以接待100人的团客 我把它分散在不同商家 那这样就是一个抱团取暖 打群架的一个方式 那也是蛮值得地方工作参考的 是 不过一个焦点 一个重点就是刚刚金方也提到的 是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听起来你们这次的专题报道 也花了不少时间来投入 来分析 我们再次谢谢金方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好特别 怎么会是咖啡丁有这种东西 这一盘200块 满满的还鲜 一天限量 50支 老牌花生捲冰淇淋 好香喔 这么大顆 竟能同时吃到 端午节的时候 賣出十万颗位 大家好 我是心梅姊 女人我知道新增了 短影音轻功能喔 在这个APP里头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最新的彩妆 你可以看到如何穿搭 你还可以看到 最厉害的保养圣品 重点是 还有很多精彩的 精品 他们呢 怎么买到的 这些东西 为什么 你就买不到 是不是要赶快来下载一下 女人我的APP 想知道 每个人如何因为爱 却成为坏蛋 我们一起努力吧 亲爱坏蛋 午后创作 写真具照 访谈记事全记录 拜批 六款新了演员新签版 六月二号开始预购 新闻大白话 感谢百万粉丝追踪收看 台湾最专业的 时事政论节目 用您听得懂的话 说给您听 美韩华盛顿宣言 北韩会迎来政权末日吗 2024总统争霸 是否会促成战争和和平 更多精辟的分析 每天下午两点钟 锁定TVBS 公司六频道 这是我们要的未来吗 No 第七届全球华文永续报导奖 邀请您用新闻之笔 镜头 声音 唤醒大家聚焦地球的远景 共生共荣求和平 齐心协力抗暖化 加入改变现状的行列 反正你在越南几天 你就吃几碗盒 不要留任何一点 一看就能吃台湾 好有层次的味道喔 我觉得这个很难用言语系统 一定要自己吃 对 先进的感觉 这台景太猛了吧 真的 超美的 时尚玩家吗 狗总统 请大家聚焦地球的远景 综艺时间6月1号到6月30 加入我们 用行动守护你我的星球 美好的故事 在这个夏天开始了 时间渗入海水的湿气里 将此刻的呼吸 青春 欢笑 沉浸在游泳的夏日 什么才是你最期待的风景 今年夏天 欢迎光临 踢观点深入浅出 让AI智慧医疗的新发展 变得简单易懂 是值得观赏的好节目 世界走透透的我 熟知许多历史文化故事 透过踢观点 南韩发生离谱的人犯逃跑事件 光州立间派出所 最近抓了10名非法剧毒的越南移工 结果是足足10个人 集体从一扇只有20公分宽的窄床跑掉了 那么现在检讨起来 南韩警察不止没把犯嫌上铐 甚至连派人看管都没有 现在整个派出所面临严重的失职处分 监视器画面中 人犯光着脚压 拔腿狂奔 慌张地找停车场的出口 5分钟后又有3个人 头也不会跟着落跑 这离谱的越狱风云情节 发生在南韩光州的一间派出所 10名涉嫌赌博的越南籍移工 竟然从一扇窗成功逃脱 窄窗开口大约15度角 仅仅20公分的宽距 几乎只能让一只猫出入 警方说从没有想过 身形娇小的越南移工 竟然能从这扇窗逃出升天 其实这10名逃犯涉嫌拒赌约 48万台币遭到逮捕 警方将他们关在派出所内的会议室 却舒适没有上靠 也没派人看管 趁着远警离开清点赌金的空档 嫌犯开流 更离谱的是 整监派出所10多名远警 魂然不知 人都跑了40分钟之后才发现 带机堕掉 赶紧出动 搜捕逃犯 远警严重失职 面临调查处犯 경찰은 달아난 외국인들을 추적하는 한편 지구대 경찰관들에 대한 조사도 진행 중입니다 현재 붙잡힌 이들은 모두 불법 체류자 신분으로 이들 중 4명은 경찰에 자수한 것으로 알려졌습니다 경찰은 남은 4명의 행방을 추적 중입니다 事发3天 10名逃犯 也只抓回了6人 还在追查 剩下4人的下落 这些非法入境的移工 怕被遣送回国 才挺而走险逃跑 如今乖乖回龙 吃老饭 除了赌博最右最佳一等 Q&A Q&A 好 接下来也说一种找出路 面对美国为首的持续制裁 伊朗总统莱希 11号前往委内瑞拉 古巴 还有尼加拉瓜展开访问 那么伊朗国家通讯社说呢 莱希此行是为了加强跟拉丁美洲 在经济 政治 跟科技方面的合作 而刚刚提到的三个国家 刚刚好 都是被美国制裁的国家 分析就指出 莱希背后隐藏的意图十分清楚 就是要反制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莱希在12号访问委内瑞拉的时候 就表示伊朗跟委内瑞拉 是患难之交 有共同的敌人 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两国同意扩大合作 期盼将贸易额 从每年大约30亿美元 增加到每年200亿美元的额度 而说到在外交上的努力 外交部长吴钊燮启程访问捷克 将会有哪些行程 国际中心记者张正安有进一步的讯息 好的主播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 外交部长吴钊燮和富人苏鲁玉 一同会见捷克参议员议长维特奇 晚间并和众议院议长爱达莫娃 共进晚餐 这是吴钊燮访问欧洲行程的一部分 其实这次是外交部长 继2021年之后 第二次到访中欧国家捷克 捷克参议院长维特奇 和众议院议长爱达莫娃 是当今捷克政坛中 支持台湾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两人曾先后在2020年 和今年3月到访过台湾 吴钊燮接下来预计将在台湾时间 今天下午3点半 在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 主办的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 他会在捷克总统帕维尔 发表开幕演说后立即上台 另外根据外媒报道 吴钊燮预料也将访问欧盟总部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而前总统马英九日前访问 大陆的时候邀请大陆学生 暑假期间来台交流 不过现在传出 陆委会认为其中有一些大陆学生 别有目的 这让马英九开呛 陆委会变成共产党了吗 你说我们刻意去邀请这种人 我第一次听到 明明是要参加纪录片发表会 还特别停下脚步 前总统马英九没好气 为什么我们陆委会 现在越来越像共产党呢 痛批陆委会就是因为日前 他宣布要邀请陆生来台交流 马办指控却被陆委会要求别送件 叫我们不要送件了 他说这个案子不会过 如果有必要 马英九前总统也愿意拜会邱泰山主委 向他当面说明 当时还特别出面说明情况 事实上马英九早在三月初 就曾带着三十位学生 到大陆多索大学交流 现在他想比较这模式 换成由他做东 请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 湖南大学等五所大学 五十名学生在教授陪同下 于今年七月周旬访问台湾 而路友会强调 对于两岸青年交流 向来乐观其成 只要依循法规 只是面对被质疑 马前总统显然也不想认 TVB的希望 刘立成华少平里 最后的SN小组台北报道 人眼前是还没有开放大陆客来游台湾 前两天却爆出 有大陆客爽游澎湖 现在更进一步 激进党举行了记者会 说几名大陆客疑似 连本岛都来了 他们跑到台南的国华街去买菜 不过有当地民众说 影片当中少了半年前 就已经悬挂的竞选看板 这影片恐怕是旧的影片 就是这个画面让大陆客爽游澎湖的争议持续延烧 因为画面中买菜的场景被抓包不是在澎湖 而是已经跑到本岛的台南国华街 画面中买菜的这个市场根本不在澎湖 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台南 在台南市的国华街三段附近 在永乐市场下面一点 虽然影片中没有提到台南 但比对画面包括出现的南北货商行 便当店以及卖椰子的店家 都出现在台南的国华街跟民权路口 也被质疑是否这群大陆客 已经入侵本岛 不只到澎湖 他甚至一路偷渡到了台南 而且他如果早上六点起床 就可以去买菜 他是不是前一天晚上 根本就住在我们岛内 根本就住在台南 实际到现场 相关店家的位置虽然都没有改变 但其中一张位于民族跟民权路口 有出现麻吉店的街景 由于现场还多了一张 至少半年前就已经悬挂的 议员竞选看板 显然跟陆客拍到的影片 出现明显的时间差 虽然另外一段陆客逛街的影片 证实是在澎湖的中正路 跟仁爱路口 但深入本岛买菜的影片 却引发更多争议 只是随着对方一行人 已经离开澎湖前往冲绳 到底真相如何 恐怕都很难再说个清楚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三代的男团都喜欢从东方省级到 BGM 都是这一家店的客户 这跟你们自然拍得到 同道 我们的Jenny又有来 也太漂亮了吧 这好中观喔 他就是这样的叛枪 有啊 你看 有没有 他是大手笔的耶 手耳抱红验生团 出吗 台湾设计师登上世界舞台 开幕的时候刚好遇到疫情 其实是很想放弃的 但是我觉得上天都会给你 另外一条更好的道路 隐形冠军 know how大揭秘 有一些干细胞 那它就可以用在你 延缓衰老的部分 生活最新资讯 产业未来趋势 所以我们推动了一个 奔向绿色这样子的主张 透过金融本业 即创新的产品 来加速产业低碳的转型 在洋交通大卷年做团队 最近其实就有发现说 我们有个长寿基因叫CG2 因为我们有多久没有一起工作 哇17年有了 有这么久 我觉得都是前两天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很多 以前我们合作的那些画面 都还是非常的厉厉在目 你有没有戏里嫁给我 有啊 有 七七花 对它被隐虐待 对这是第二个 花戏里面有嫁了 那这次是在演夫妻这样子 蛮有默契的 我们合了很久没有合作 但是这一次一碰到 就是那个熟悉感 对很自然 今天穿成这样就是嫁女儿嘛 那女儿是我从小最疼爱的一个女儿 那希望就是说 只要有爸爸一天 你都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所以这个周福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 但是命运就是这样子啊 那个老公只是因为一次生意上的失败 就变成自己要去承担所有的失败的后果 然后她不愿意去连累自己家人 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观众朋友看到的时候 已经是第一集 很快就发生了很大的事故 然后家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然后这个妈妈呢 之前就是完全养尊处优 就是世界 就是有这个老公顶着天 所以什么事都不用烦恼 一直到这个老公忽然间 一下子没有了之后 然后跟女儿一起 面对生活的很多困境 然后在这些困境里 她也慢慢成长成为一个 独立坚强开心的妈妈 就后期变阿信这样子 前面有一度是阿信 后面就变成一个比较 你正面独立的一个想象 那一般而言我们的心跳速度 应该是蛮平稳的 白天烧快 然后晚上或者是休息的时候 烧慢 如果有说这种忽快忽慢的情形 那可能要想到 自己是不是有所谓的心理不整的问题 在不同的年龄层的话 也有她心理不整发生不同 抽号码牌又有争议 从年初开始申办护照的案件 持续在高峰 先前就民众抽了号码牌之后 再兜售给后面的民众 一张一百块还是一张三百元 连抽号码牌都能直接在外交部 做起生意 有民众疑似又发现 有人带抽号码牌做兜售 不过现场民众宁愿等一个小时 也不想买 大妈妈买的号码牌 不应该不应该 因为金钱的 就像黄牛的那种情形 这样很不好 对我们老百姓来讲 就很不公平嘛 抽是不用钱的啊 如果你有时间在这边等的话 不用花那个钱 民众指出因为五月底 有人被抓到 而且现在办护照 得填好表格附上照片 现场人员觉得OK 才会发号码牌才能离开 不过实际到领务局规定 并没有变严格 民众一样能直接领取 领务局指出 可能是事发地中部办事处 现在抓比较严 假设你没有带任何证件 没有带任何一些 填写任何表格 他会请他签到排名田 然后号码还是保留给他 不可能说一个人可以随意说 我要四张五张就可以 实际观察 确实每个走进来民众 大多手上会有资料 发放号码的工作人员都有在看 而端午廉价申办高峰期在五月上旬 六月七号已经是一般递件的最后期限 我们看起来六月七号那一天之前 的一个量确实比现在高 截至五月底总共申办一百五十八万本 相较去年八十九万 或是前年疫情高峰 只有二十三万多本 今年上半年申办数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而单日申办件数 光是北部最多可达一点三万 民众出国前赶换护照 领务局也说其实备好文件 算好时间 或是网络预约就能避免大排长龙的 等待人潮 而且美国的话要小心 美国的族裔歧视 在部分地区恐怕变严重 从华府白宫草坪到洛杉矶好莱坞大道 象征性别平权运动的同志骄傲月活动 在美国与全球各大城市同步展开 除了纪念美国一九六九年六月的十强暴动事件 也是非异性恋情侣们 能够自在做自己的游行机会 但这只是一部分的美国 另一部分的美国人正努力让下一代 不要看到与接触到这些性别平权活动 随着2024大选逼近 全美各地的共和党员 提出至少525项法案草案 抵制跨性别者的权利 仿佛生理与心理性别不同 就是罪大恶极 2023年4月底 佛州颁布不说同性恋经令 规定性教育教材由家长决定 禁止公立幼稚园到小学各年级 讲授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教材 否则老师可能被吊销执照 寒蝉效应当然让非异性恋学生 感到不受欢迎 另有八周禁止未成年人 接受性别转换治疗 以及跨性别女童 不准加入女子运动队等等 这名生理性别女性的 宾州高中生 想要在学校使用男孩名字 但学区完全禁止她 跨性别过程的任何尝试 为了自己的心理性别 她开始面对家长会 校董会上 成人们集体的不友善眼光 努力争取 性别认同从青春期开始 保守派眼中非主流性别的少年少女 也从此时开始受到现实考验 做自己的代价持续到成年 美国拉斯维加斯一间大开扇门的诊所 最近就因为临近三个州 通过限制跨性别医疗的法律 收入大减 十年来都是附近跨性别族群 与低收入户的救星 曾来看诊毒瘾患者 在此得到免费照顾 接引后翻转人生 成为医疗助理 但因临近各州 繁LGBTQ的新法令 保险公司不再给付 许多患者的费用 诊所在四月被迫半歇业 当对某个族群的抵制变成法律 或是歧视行为遭到默认 对族群间的撕裂几乎是文化战争 这位16岁的田纳西州非裔高中女生说 时至今日 歧视依然无所不在 无关性向 只因为她是非裔 白人同学就会在她捡起地上 止血时说出奇怪的话 抗议无效 性贫与种族间的歧视 教育当局都未处理 甚至计划立法 禁止公立学校老师 教授某些种族与种族主义概念 白人至上 异性恋才是道德正确 当美国保守派政客炒热这类价值观 受伤的都是人民 美国总统拜登出席白宫草坪的 骄傲乐活动 表达力挺跨性别族群的决心 同志仍需努力 拜登并计划通过更多 性别平等与跨性别保障法案 2024美国大选 是否要让各种歧视性立法 继续蔓延 考验选民们价值观的选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一碗就吃 这时候全部料都要也是吃 太多了 现在好多 你像那只海鲜版的水煎包 一百年 它的面怎么那么好吃 那个鲜亭味不得也 不到 我和心不得 继续加入第二个小时的 Focus世界新闻 我是浩婷 投电话题一起来关注 在大陆天津 这栋大楼发生了气暴意外 知名男子涉嫌 引爆烟火 夺走三条人命 赶紧连线资深记者陈向如 好的 各位观众 大陆天津发生了一起气暴案件 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栋大楼的二楼 三楼 四楼 五楼受损严重 不仅门窗喷飞碎裂 阳台的铁架寻空 屋内物品因为强大的气暴威力 喷飞到了屋外 整栋楼满目疮痍 虽然只有四个楼层爆炸 但是整栋大楼恐怕 都已经成了围楼 来听听当时目击者的说法 这一起气暴 总共造成了三个人死亡 多人受伤 当地的派出所 派出了四十四辆的消防车 赶往现场 当地的警方抓到了一名 四十六岁的男子 并表示嫌犯是用烟火爆竹来作案 而不管嫌犯和当事人 发生了什么纠纷 警方称这已经是蓄意谋杀 是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 目前案件的调查工作 还在进行中 把镜头再交换棚内 关注俄务战争 我们先来看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周二表示 俄罗斯战术核武 将在几天之内 完成在白俄罗斯的部署 那么同时他也强调 假设白俄罗斯遭到了侵略 将会毫不犹豫的 动用在当地的战术核武 卢卡申科强调 部署核武是他自己的要求 因为不会有人跟永和国家开战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特殊设备在下个月的七到八号 就会准备妥当 完成在白俄部署战术核武 因此按照卢卡申科的说法 普京已经提前兑现承诺 那么这也成为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首次在境外部署核弹头 卢卡申科表示 假如有需要的话 白俄罗斯有相关的设施 可以部署远程导弹 那么再来看到这是美国五角大厦 在当地时间周二 再次的宣布对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援方案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这批的援助方案包含了海马斯火箭 以及两款的先进装甲车 还有包括地对空飞弹系统的弹药 总价值高达美金3.25亿元 但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故乡克利福洛 在13号遭到二军空袭 这一起的攻击行动 导致当地超过十位平民不幸死亡 再来看看美国的话题焦点 这是前美国总统川普涉嫌非法持有国安文件 首次出席联邦法庭 当他对于遭指控的37项罪名全盘否认 川普离开法庭之后 到迈阿密一间古巴餐厅 立刻接受了大批粉丝给他的生日祝福 为了拍摄美国前总统川普 前往佛州迈阿密联邦法院出庭的历史镜头 美国媒体使出看家本领 一路从空中紧紧跟随 早在川普抵达前法庭外就已经很热闹 但川粉人数不如预期 远低于预估的五万人潮 我们总统选的总统川普 因为他赢了2010年 2020年 我甚至不敢相信他会被冤枉 我想向川普抵达 同场还有反川民众刻意穿上囚服来呛吓 不过遭到警方强行带走 报导称川普出庭时没有上铐 也没有拍摄嫌犯大头照 面对37项联邦起诉的罪名 也全盘否认 但川普很快又甩开阴霾 他下一站来到知名古巴餐厅 提前庆祝77岁生日 川普在搬出司法迫害一说 但他的前四人律师柯恩可不这么认为 不过目前川普在共和党内民调 还是高达43% 远高于佛州州长迪尚特的21% 显示这场官司丝毫不影响支持者对他的看法 与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两则报道都要来看热情的粉丝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直栏NBA 丹佛金块队打败了热火队 球迷原本是开心上街庆祝的 但却爆发了枪击案 有十个人不幸在这起的枪击案当中受杀 那么还有人是被榴弹击中 警方已经抓到了两名嫌犯 怀疑这个案件跟毒品交易通不了关系 短短五秒就接连传出二十声枪响 连远警都被吓到跪在地上夺子弹 什么事 这是什么事 什么事 我的天啊 你怎么做什么 你怎么做什么 他在哪 我不知道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不及民众吓傻了 第一时间根本反应不过来 不及手机录下枪击发生当下 监视器也拍到枪响瞬间 人群四散逃窜 警察迅速集合 还用警车当掩护 整体事件就发生在美国丹佛 精怀队刚在主场拿下丹佛市史上 第一个全国篮球冠军 开心的丹佛球迷跑到球场附近 放烟火狂欢 成千上万人挤爆马路 却在午夜警方协助散场的时候 爆发枪击事件 包含开枪的人在内 共有十人受伤 其中至少一半只是路过民众 由于庆祝活动 本来就有大批警力部署 两位枪击嫌疑犯 马上就被逮捕 警方也在现场 发现大量分泰尼毒品药丸 事发原因有待厘清 不过丹佛警方目前不排除 和毒品交易都关系 TB新闻众报道 镜头转到南韩的娱乐圈 我们带你看到这是疯狂的粉丝 即将在下个月出道的男子团体 是在机场这边接受了 大批粉丝的包围 有民众说像这样一个追逐领像 就好像电影《失速列车》 超惊人的阵仗 民众高举手机和相机 保全人员忙开到 还得奋力冲破人潮 如电影《失速列车》般的场景 发生在韩国金浦机场 到底怎么回事 镜头拉近一看 原来在场所有人 是为了能亲眼一睹 男团ZERO BASED ONE的风采 成员们微微皱眉 彼此手勾手 才避免不会被人潮冲散 就连走出机场 坐车周围也是这般盛况 原来12号他们结束 季州岛实际节目拍摄 早在飞机降落前 就有粉丝死守机场 画面曝光后让人直呼 这样真的太危险 就怕有个万一伤到偶像 动作整齐划一 自选秀节目BOYS PLANET 出生的他们一共9名团圆 年纪介于16到24岁间 预计下个月10号 才要发行首张迷你专辑 也就是说目前还没出道 就已累积高人气 我稍微紧张了 我现在像舞台一样 比较自己认识和 自己认识的认识 比较习惯 不愿意 比较习惯 不愿意 比较习惯 很新鲜的经验 但我感觉到韩国 我感觉到感觉到 有官方释出的VLOG 见到他们已经陆续受邀 参加各大音乐节目 团列成员来自南韩 大陆加拿大等地 月台明日之星将诞生 但这回阶级插曲 或许公司在维安部分 得再严格解释 TV新闻的照片 是日本女星广播梁子 她坦诚外遇 一改先前否认到底的态度 她公开道歉 而且无限起停工 日本电影爱情虚格 女星广播梁子 在里头被丈夫劈腿 明明知情却还是不离不弃 甚至还与小三持续往来 进站演出获得电影 《寻报》最佳女配角 只是现在这外遇的剧情 却真实发生 不过角色对调了 因为出轨的是广播梁子本人 被拍到与已婚米其林 一新主厨鸟与周座思约 还入住同一间饭店 有不伦关系 广播梁子14号上午 发出亲笔信写下 与南方的关系 如同杂志报道所述 已经向自己的家人 说明这件事 亲口道歉 希望博取原谅 对双方都感到抱歉 南方主厨鸟与周座 时常在社群 PO出自己做菜的影片 这回同样发出谢罪声明 表示报道内容大部分正确 两人推翻起初的 石口否认 希望各界原谅 疑似就是担心 日媒将公开更多内幕 才会急转弯 在日剧里展现最美CEO气势 广播梁子曾有20世纪末 最后的美少女之称 42岁的她几乎每年 都会有隐居作品 如今恐怕得停工好一阵子 因为经纪公司也宣布 她将无限期停工 广播梁子未来恐怕 不只丢了家庭 形象也难以挽回 TVB的新闻 小明正讯 天台被报道 美国民众望向天空 特别是堵城 拉斯维加斯的民众 报案说看到了 绿色的不明光点 那么甚至还有民众说 他们家的后院出现了 三公尺高的非人类 后来美国NASA发表声明 绿色光点只是陨石 美国堵城有人 目击这诡异的瞬间 天空出现不明光点 还呈现蓝绿色 突然从天空 往地面坠落 园警到场大吃一惊 因为报案人 只身他家后院 出现外星人 更诡异的是问遍了 左邻右舍 没有任何目击者 在报案人的院子里 也没有找到掉落的物体 远警只好以查无急证结案 不过事后 美国太空总署NASA 证实出现在堵城的 绿色光点 只是一颗不到 一公尺的小型陨石 其实NASA上周也才公布 800件不明异常 现象UAP的初步调查结果 NASA表示大多数的UAP 无法证明跟外星人有关 只有少数的案例 以人类科技人难以解释 不过科学家认为 这些异常现象公开透明 渴望排除更多 关云幽浮的都市传说 台美交流我们来看 美国国防部公布 加快对外的军售措施 我国渴望社会 受到新外疫情 以及供应链压力的影响 导致美国军售交付延宕 影响到的不只是 美国对台军售 美国国防部 在去年八月份 成立了一个老虎小组 那是专门专责 对外军售的一个单位 好来检视美国政府 军售延宕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美国国防部长也采纳了 老虎小组提出的六点建议 包括改善对盟友伙伴的需求 了解 提供盟友伙伴相关的优先能力 加速采购以及合约发包支援 还要扩大国防工业基础能力 那么最后呢 是确保美国政府可以广泛支持 再看到一项关键的表决 这是美国众议院 岁纪委员会 通过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首批实施法案 不过这项法案还需要通过 参院全院表决 才会送进白宫 让总统拜登签署生效 美国两院跨党派议员提出的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首批实施法案 在众院岁纪委员会通过 法案目的除了批准 美台6月1号签订的第一阶段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也为了强化及发展 美台互利经贸关系 为扩大合作奠定基础 并且为未来的协定 建立透明及协商条件 加州众议员补银珠表示 支持台湾不受中共侵犯的 自卫权 呼吁美台尽快解决 避免双重课税问题 美台20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1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首批实施法案规定 在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前 美国总统要先向国会提出报告 并且在30天之内认证 证明双方都采取旅行协定 需要的措施 TVB 新闻黄聪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差点回到国内 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期因为幼儿园 胃药案成了绿营的攻击剑靶 那么根据林传媒最新民调显示 科文者的支持度暴冲10% 侯友宜的民调持续的落后 成了第三名 那么分别在年龄30到39岁 女性的支持度 侯友宜的部分也剩下了个位数 今天他表示虚心接受 面对挑战 说是这么说 但这支科概股数字确实狂拉中 根据林传媒最新民调 统计时间从6号到10号 赖清德支持度来到37% 科文者31% 侯友宜21% 科主席支持度暴冲了10% 民调的高低我都参考 也悉心的看待这些事情 侯友宜不怕挑战 不怕困难 确实最近侯友宜碰上选举来 最大挑战 六元事件重挫团队士气 30到39岁女性支持度中 侯友宜重挫了6.87个百分点 支持度剩下个位数 可复选情况下 不投侯友宜的将近五成 这次政府在处理上 当然可以更好 又讲了 事业初就很报案 就现在很多都是误传 但是都已经造成伤害 党内基层忧心难免 绿营一连串组合拳 打得是否有些措手不及 有心的去操作抹黑这个事件 让所有的家长 非常的不安心 也造成各地诱言的一个恐慌 除了反击 绿营别制造恐慌 更把矛头指向对手赖清德 别放任党公职用假讯息操作诱言案 操作假信息 不断的抹黑的事情出现 所以我常常说 那一副总统 在中央的 打假信息的打假办公室 不知道有没有在运作 侯友宜的选战逆风出体验 这反攻号角似乎得吹得再大声一点 TVB的新闻 陈胜文 李明辉 撞开于SNG小组 新北参谋到 都是想要选总统的人 我们带你来看柯文哲 今天拼选举行程来到了嘉义 那么当他被问到 针对养网军打资安战这件事 柯文哲今天改口了 他说不是养网军 而是养一个资安团队 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上午前往嘉义大福新宫进行参拜 早早就有支持者在等候 在庙方的带领下 向土地公祈求台湾风调雨顺 大福新宫除了祖四福的正神之外 配思的月老新君 也是许多年轻男女来求姻缘 而现场有许多的年轻支持者 兴奋的要求合照 柯文哲最近秦旁南部为2024铺路 先前点名要找黄国昌当法务部长 被认为是支持废死 令议员更直言 使威权议事无所遁形 从历史汉高祖讲到最近的乌尔战争 柯文哲也谈他对成立网军的看法 因为欧洲战争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所以欧洲战争那个 那治安怎么打仗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有在关注 所以台湾本来就是自动训练 所以要发展 没有叫旺军 没有叫做治安团队 这本来就是台湾的优势 所以这个应该要 其实政府应该发动 现在这方面要努力 空军者嘉义拜票之旅行成满党 上午拜庙后 中午在党部进行便当会 下午则到嘉义女中演讲 晚上与里长共进晚餐 再到夜市拜票 积极与地方人士明代毁灭 提别新闻季健亨 嘉义报道 观众朋友为您插播 来自于日本的最新的意外消息 一名十八岁的陆上自卫队训练生 传出刻意朝人开枪 目前知道已经造成了两死一伤 赶紧连线给国际中心记者 许戴轩 日本自卫队发生死亡枪击案 当地时间上午九点多 位于岐阜县的日野射击场 传出枪响 目前知道至少造成两人死亡 一人重伤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这座射击场主要是由 陆上自卫队第十师团使用 开枪的疑似是一名 十八岁的自卫队后补生 他在射击训练的时候 突然拿自动步枪朝人扫射 造成两人伤重不治 还有一人送医急救 队员制服 只是犯案动机 还有待调查 这起枪击案引发 日本社会高度关注 日本媒体报道 证明十八岁的嫌犯 是今年四月才加入 自卫队的自卫官后补生 他是五月中旬开始 进行射击训练 没有想到一个月之后 竟然开枪扫射他的教练官 日本警方还表示 嫌犯是怀抱杀意 朝着二十五岁的自卫官 胸口射击 他被逮捕之后 已经坦诚犯案 不过详细动机 还在征讯中 不过因为案发现场 距离JR齐富车站 只有七公里 附近还有知名的观光 集点齐富城 事发之后 日本警方也紧急管制 附近交通 还好这场枪击案 并没有伤及一般民众 以上是会议讲到的经济情 清头转到大陆 大陆北方十一个省份 接下来要应对的是 酷暑高温 那么现在观察到的是 为了要开冷气 用电量已经大增了 上海冰品大热销 大家很担心 北京气温会不会热破四十度 现在走进上海便利商店 都能看到不少顾客 直冲冷冻柜 挑选冰棒冰淇淋 当地气温直冲三十五度 很多人热到受不了 靠冰品消暑 冰淇淋工厂生产线 火力全开 目前我们的工厂 也进入了生产的旺季 每天我们平均开八条生产线 然后日均的这个产量是100吨以上 今天北方会开启 今年以来最强高温过程 北京天津石家庄 郑州济南 今天都预报有高温天气出现 大陆北方高温 有机会飙迫四十度 在北京许多篮球爱好者 已经扛不住白天室外高温 室内篮球馆到晚上九点 都还有人租用 每周打四次篮球吧 每天差不多三个小时 晚上就凉快了 足球场攀岩场 也都开启夜间模式 不过在新疆吐鲁番则是利用热浪 推出高温鲨域 声称在四十六度环境下 人埋在沙子里能有输压的效果 在这埋完沙子以后 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身上寒气去掉了 人的身体状态就好一些 大陆气象专家提醒 2023年或2024年 受到声音现象影响 有机会出现173年以来最热记录 和气温一样直线往上攀升的 是各地用电量 内蒙古电厂发电量明显上升 企业纷纷执行节约用电规定 在江苏日均用电负荷逼近1亿千瓦 当中冷气用电占15% 另外粤港澳大湾区抽水蓄能电站的发电量 也创下历史新高 TVBS新闻科顺雄李敏珍 综合报导 接下来要观察的是美中对峙 对于这个国际间外交活动的影响 但你看到就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接受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访问北京 那么也定来观察 大陆企图取代美国成为中东霸主 除了要掌握能源之外 也需要更多盟友与美国抗衡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专机 13号落地北京 大陆外交部副部长邓丽在停机坪迎接 这是今年首位访路的阿拉伯国家元首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在北京会见陪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访华的 巴外长马利基 秦刚表示 中方一贯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陆媒报道 阿巴斯这次在大陆 两国将聚焦讨论阿拉伯和平倡议 阿巴斯更期待北京在巴勒斯坦 以色列问题上发挥更大影响力 四月以巴冲突升危时 大陆外长曾分别致电两国外长 表达大陆愿意推动对话和解 这也是大陆在今年三月 促成沙古地阿拉伯和伊朗 重新建立邦交 试图调停乌俄战争之后 为了将自己塑造成全球和平使者 下一步的野心就在解决中东冲突 综合法新社等外媒评论 大陆积极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 可能有两大原因 首先是经济层面 因为大陆发展一带一路 和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家 经贸关系紧密 因此大陆想在中东议题上 掌握更多话语权 另外在政治因素上 随着中美对抗持续升温 大陆积极拓展中东盟友 也成为外交重要战略之一 TVBS新闻纵红 各种粽子摆满一桌 有70年老店湖州鲜肉粽 包大块五花肉 有肥有瘦 也有嘉义名店花生蛋黄香菇肉粽 料多实在 另外创新口味造型也不能放过 这方形粽里头有油风鸭腿 搭配顶级黑松露和鹰嘴豆 让你品尝异国风味 电商公务网帮你搜罗名店美食 其中包含了用料丰富的海陆粽 湖州粽还有客家粽跟田粽 总共有50家名店一起参与 我们这次的端午节的饗宴 除了电商抢端午商机 饭店也不会错过 有业者推出豆捞鲍鱼粽 结合港澳与台味 还有辣味双宝粽 以香港包仔饭为发想 都是创意料理 另一家则有六元吉地礼盒 一次能吃到状元粽 辣味 古早味 客家粿 素食 亥红豆豆沙六种粽子 一次满足各种口味 另外电商除了粽子 用牛肉面 卤味 查理河和冰粽等 多元选项 要让端午送礼有不同选择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杨佑宁 豪华露营或大自然野营 接近大自然的野营体验 豪华露营那不叫露营 如果带老婆小孩的话 豪华露营 去露营会选女儿或老婆 跟女儿 因为女儿你可以就是糊弄她 可以骗她 老婆 你要服侍她 露营最不能接受没有水或没有电 没有电 没有水 因为露营本来就没有电 对啊 但没有水 其实是很多不方便 你又不能煮东西 没有水不能喝 露营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泡咖啡吧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喝咖啡真的是蛮爽的 露营中自己最拿手的是 应该是 做饭吧 想带光达哪位妈妈小姐去露营 带 杨锦华吧 比较好玩 比较贵 我也不知道 最贵的酒就对了 你拿这个角度就好 哇 斜的喔 你现在踩得很好 我来咯 好 这 我来咯 好 这 好 这 好 我来咯 好 这 好 这 好 我想要你们拍出四个人跟我进去 该不会 该不会 分不清是雨还是汗还是泪血 我就是泪血 我都 我都 你吃下去 有埋谱 有 血清兵 我等一下不要再射回去了 我 我 我就要跌倒咧 我是想做 我都可以 你面对他讲的 中日晚间八点 光露营就很忙了 本节目由馬力莲 硕身衣冠名播出 哪 露营 我的高柠檬 那 不要吃 快吃我家吃完了 喂 你谁啊 快 好辛酸喔 太扯了 太扯了 我爱你了 6月19期 每周一定见面 昨晚请人把锅子 还有卡式炉锁起来了 太扯了 有必要吗 这要怎么不吃 这就叫我们流水啊 我这辈子 再也不吃竹筒 我们为什么会在野外做这件事情 我把火升起来 结果他把火都盖锡 不能这样把他压锡啊 周日晚间八点 光露营就很忙了 欢迎回来追踪第一线要来关注到是纽西兰与大陆的外交关系 纽西兰总理西金斯宣布将在这个月底率团访问大陆 同时也向北京当局缓化 呼吁大陆要协助结束俄乌战争 想请交给7日BS北京特派记者韵文 好 确实来看到的是呢 就是纽西兰的总理呢 将在本月底要来访问中国大陆 预计呢会拜访的包含是北京天津还有上海 他要率领的是这个贸易的代表团来访问中国大陆 而这也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 以及也是疫情之后呢 第一次的访问中国大陆 那我们看到呢根据报道指出呢 他表示说就是纽西兰跟中国的贸易关系呢 是极具任性的 而他们需要支持其他产业 像是呢游戏产业 就是希望让这个两国之间的贸易呢 能够是产品的多样化 而且点出的是在疫情之前 中国的游客是纽西兰这个最大的游客市场 而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大陆也是纽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以及最大的出口目的国 双方呢就是纽西兰对中国的这个出口贸易额 每年是超过了一百二十二亿美元 好那除了谈这个贸易之外 要来看到的是其实他们此行 也是要来呼吁北京当局呢 对于这个俄乌战争能够更加积极的出面的来调停 因为看到的是呢 这根据路透报道指出说 在这个俄乌战争方面呢 纽西兰立场呢还是比较反对战争 以及认为这是一个非法 而且不公正的侵略行为 因此纽西兰总统呢 他们总理呢是希望说能够更强烈的呼吁北京当局呢 能够协助来结束这场战争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 纽西兰虽然是五眼联盟的其中一员 但是相较于其他几个成员国呢 纽西兰对北京的态度一直都是比较和缓的 再看这个话题哦 到底是真是假呢 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访问大陆 传出梅西一度因为签证问题受控了北京机场 甚至还开口问 台湾不算中国吗 消息真假 再交给韵文 好确实来看到的是目前呢 在北京所掀起的梅西的热潮 那其实呢 在梅西抵达北京机场的时候 一度传出说 他因为带了这个西班牙的护照 虽然可以通行畅行很多个国家 几乎是全球包含台湾战争的国家 都通通通是免签证入境 但是除了中国跟北韩 是无法免签证入境的 所以他被卡关了 一度被卡了两个小时之久 但是呢 现在有中国的官方就是广州巨报的报导 出来辟谣 他们说呢 这是被球迷给张冠李带了 说这个因为护照签证卡关的不是梅西 而是梅西的队友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 他的队友的护照号码 跟北京口岸所在明的这个内容 是不符合的 所以被卡住 但是也很快当下帮他解决了 整个过程不到二十分钟 虽然说官方出来辟谣 但是这样的消息看来 其实在中国的网民来讲呢 其实是不太相信 不太买单的 不过确实可以来看到 是目前梅西所带来的热潮 真的非常的惊人 因为有一个球迷他就发文说呢 声称呢 他花了一万人民币 这大约是四万多台币 订了四家 就是在共产体管附近的高级饭店 想要赌梅西他所下榻的饭店 但很可惜的是 他全部都赌错了 这一万多人民币呢 通通是白花了 那我们再来看到是 根据陆媒报道指出说 就是呢 目前因为梅西的关系 在北京的这个高级的豪华饭店的 预定量暴涨的非常的严重 尤其梅西所下榻的这个北京四季饭店呢 在十 他十三号到十号 这几天呢 通通都订满了 而且每一碗要价是超过万元人民币 但平常呢 这个价格根本不到五千人民币 是暴涨的非常的多了 所以可能是梅西所带的热潮 不只是这个关注在球赛当中 也包含是周遭的观光效益 先运文 那么还要来看 有人一下飞机 就被德国警方带走 这是大陆的商人 搭飞机飞到了德国慕尼黑 他们是要去参加 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 被带走的原因 带您探究 这个月大陆太阳能产业多名高层集体赴德国参展 一下飞机就有数名高层 因为涉及不法被德国警方逮捕 由于事件太突然牵动德国和大陆敏感的经贸关系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高度重视 那么经了解当事人呢只是协助调查 目前已经回到酒店 这次协助调查的只有集一人 不涉及网传的多家中国光伏企业 也没有出现多名人员协助调查的情况 大陆轻描淡写的概括 但根据德国警方的通报 他们确实逮捕了两位大陆公民 并且到了法院完成相关法律程序 并非仅仅只有协助调查而已 除了德国 美国商务部十四号起 将四十三家的公司添加到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其中包括三十一家大陆公司 美方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 缺少政党程序 损害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中方对此表示反对 美方应停止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无理打压 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除了欧美反中事件 中印关系也持续不佳 过去几周 大陆和印度两国不断驱逐彼此在该国的注点记者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印度最后一名驻大陆记者的签证 六月底到期后 大陆将不再延续 大陆称这是印度歧视在先 中方一直像朋友和家人一样 善待印度驻华记者 中方保持克制秉持善意 同印方多次沟通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印方一直没有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另外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的外墙及铁门 今日被人喷上了白色油漆 用简体字写着双标和霸权的英文字 港警已经逮捕了一名四十七岁的大陆男子 案件正由港警重案组调查中 TVB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我们再看南韩光州发生离谱的人犯逃跑事件 这是有十多名非法剧毒的越南移工 被抓到派出所之后 从这样的一个一扇二十公分宽的小窗子逃走 原来当时无人看管 监视器画面中人犯光着脚压拔腿狂奔 慌张地找停车场的出口 五分钟后又有三个人头也不会跟着落跑 这离谱的越狱风云情节 发生在南韩光州的一间派出所 十名涉嫌赌博的越南籍移工竟然从 遗扇窗成功逃脱 窄窗开口大约十五度角 仅仅二十公分的宽距 几乎只能让一只猫出入 警方说从没有想过身形娇小的越南移工 竟然能从涉扇窗逃出升天 其实这十名逃犯涉嫌拒赌约 48万台币遭逮捕 警方将他们关在派出所内的会议室 却舒适没有上靠也没派人看管 趁着远警离开清点赌金的空档 嫌犯开溜 更离谱的是整间派出所十多名远警 浑然不直 人都跑了四十分钟之后才发现 待机堕掉 赶紧出动搜捕逃犯 远警严重失职面临调查处分 警察是团然被困难外国人捐捕捕捕捕捉了啊 警察是团难外国人捐捕捕捕捉了 警察是团难的捕捉了 警察是团难的捕捉了 警察是团难的捕捉成为 警察是团难的捕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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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三天10名逃犯也只捕捕了六人 还在追查剩下四人的下落 这些非法入境的一工怕被前送回国才挺而走险逃 如今乖乖回笼吃老饭 除了赌博最佣最佳一等 TV陈总报道 讨论到房舍的话题 一块钱的英镑约合台币四十块 在英国利物浦可以买到一栋两层楼的房屋 那原来是当地政府为了鼓励民众花钱 一起帮政府的忙 一起改建滞销十五年的排屋 在光线充足的客厅里来上一杯英国茶 在英国大城利物浦拥有一套两层楼 两方一厅的舒适小窝 是雪魄没有想过的事 而且这户排屋只花了它一块英镑 折合台币不到四十块钱 这些都是一磅房屋 搜索了 五年前的地方就像这个地方 街道两边的传统英式排屋 在十五年前的金融危机当中被废弃 成为当地政府头痛的区域 因此宣布只要符合条件的首购族 就能用一块英镑的超级便宜价格 把破败的房屋给买下来 这样的方式让很多在利物浦 买不起房的民众怨怨欲试 透过独特的创意 本来废弃的街区 看起来活泼又充满生气 雪珀就顺利通过筛选 在2020年顺利拿到房子的钥匙 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栋房屋的破败程度 几乎只能砍掉重裂 雪珀卖掉父亲留给他的房产 开始投入重建工作 但因为雇用改装工人会大幅超出预算 而且也赶不上12个月的期限 雪珀因此毅然决然辞掉工作 自己专心投入改造 为了节省预算 雪珀一度只能睡在露营车上 又碰上封城 导致改建进度大落后 幸好政府因为疫情将期限扩大到24个月 在朋友的帮忙之下 大约花费7.4万美元 顺利在时间之内完成任务 雪珀把整栋房子大改造 一楼变成卧室 还有位于设备 从卧房还能直通后院的小花园 原本的二楼两间卧房完全打通 变成客厅 还有开放式的厨房 独特的设计成为明亮宽敞的生活空间 目前雪珀一个月只要支付300多美元的税金 加上100多美元租借储具的费用 比起租房能节省相当多的金钱 只花了200多万台币就能拥有这栋房 比起在利物浦动辄数千万台币的房价 绝对划算 但雪珀表示 由于一专一挖都是自己的心鞋 因此就算能赚上十倍的价差 也不舍得卖 具别新闻综合报导 接下来一起解读几份重要的经济数据 我们先来看美国 美国公布了5月份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出现连续11个月下滑 也创下了两年多来的新低点 所以市场认为 预料在美国时间星期三 连准会宣布暂停升息的几率相对偏高 这是美国5月份的CPI年增率下降到4% 创下两年多来的新低 美国核心CPI年增率也降为5.3% 所以两项的财经数据都符合市场预期 数据也显示美国的通膨压力正在放缓 那么现在各界预料 领准会将会采取暂停升息 但是也不排除下个月7月份 恢复升息的可能性 再看日本的观光厅 发现了当地的观光危机 大缺攻 因为人手短缺 所以导致了低效率 接近年的4月份 日本饭店外国旅客的入驻量 已经突破了1000万个晚上 相较于新冠疫情前 2019年同期 增加了92% 民众对于饭店的需求量 是明显恢复 但是相关行业 却面临工作量大增 人手却不足的难题 大批外籍旅客回流到日本观光 所以也预计了 下个月7月到今年9月 开放的富士山登山人数 有可能会创下新高 但是当地团体有个忧心 也呼吁政府 为了安全 必须管制登山人数 南韩在做一件事情 是透过AI新智慧 搬转教室 南韩教育部将以AI 以及元宇宙技术 融入教材 所以目标定在2025年 会将英文数学等科目 启用AI数位教科书 南韩教育部宣布 AI数位教科书正式投入使用 2025年先从数学 英文 资讯 特殊教育国语开始 2028年再依序扩大到 国语 社会 科学等等 用在道德与美术体能科目以外的 所有科目 计划从小学三到四年级 国一 高一 逐渐扩大使用 考量到学生的发展阶段 将小学一二年级排除在外 在引进数位教科书同时 现行教科书仍会继续使用 为了提高使用率 南韩教育部计划从今年寒假开始 以16万5千名老师为对象进行研修 采购数位设备和构建校内云端系统等 基础设施 估算要花费约一兆韩元预算 南韩教育部将2023年定调为教育改革元年 将AI和元宇宙技术融入教学 对学生和老师来说都是新挑战 具体的数学和文学学 具体的通知性设断器 用上学学的教育学 教育部设施 培讯教育部设计 专程中人设计 尾计区部设计 学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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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设计 学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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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学部设计 讨论 project 学习 学习课等 新的教育学习课程式 更加更加 事实上在政府宣布新政策之前 部分学校已经开始 将AI聊天机器人 ChackGPT融入教学 每一位都关注 什么时候是 南韩小学生在英文课 练习英文口说 ChackGPT识别后 再以英文语音回答对话 一来一挖互动增加学习乐趣 老师也乐见 透过AI辅助反复练习 提升学生的口说流畅度 授课内容更丰富 授课师教育厅针对5200多名老师 进行ChryGPT使用调查 结果显示有88.9%的人表示有兴趣 90.5%的人认为ChryGPT有助于教学 但还利用AI人工智慧翻转教育 让孩子们从小沉浸在数位学习 不再只是死背课本而是要活用 也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体育BS新闻综合报道 必须足够机智 心心公主强势回归 刘总 林董的女儿定欢了 在5分钟就要开会了 希望你已经想出你的替代方案了 工作要做 恋爱也不能待物 今天好帅喔 机智职场生活 6月24 TVBS42台 缓间10点 强势回归 你知道你妈告我妈伤害这件事吗 是你先告我轻站 那你现在要怎么样 才肯撤销告诉我 让你妈会社跟我道歉啊 等一下 这三个月的生活费 你去甜点店 接受储备店长的培训 只要三个月 还要通过店长的考核 我是今天要来面试的周欣欣 你知道喔 对 你失去了面试的机会 7VBS42台 每周日晚间10点 因为你如此亮眼 由1分或10时速冠名赞助播出 因为是喜同很厉害 最近很流行 超书的 不错耶 他没有穿衣服耶 你们在干嘛 射汽球捞鱼 我们超乍丽片 哇 哇 你杀太夸张 太夸张了吧 本节目由家家生衣 七日仙冠名播出 我喜欢你 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如果说校园是恋爱的摇篮 比例快乐 职场就是恋爱的本幕 有人来问我 我真的一无是处 我根本就是你在咬我 爱情照尽现实 这不是男的 怎么样 想不想 我不要再咬下去了 他们是否独够机智化解危机 我不想要让东西跟刘松峰靠在一起 624 TVBS42台 关键10点 机智职场生活 这是我们反击的最好机会 当初我答应你 是因为我想要保护好我的家人 你看看陆湘婷一家 半夜之后 这不是你的主意 我没有办法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不要可怜我好不好 我想去看范燕芷 每周六晚间10点 TVBS42台 心爱坏蛋 联播了 马力廉硕生衣冠名播出 昔日天团静定竹女团 下面这边是镂空了 我穿我也会偷男伴的时候 你要不要会赤饭你 我每个 每个三前会吧 我真的剥卡自己 我会在胸口耶 我怎么变清滑穿起来 这么奇怪 TVBS欢迎到台湾四十月频道 晚天九点 女人问我最大小时尚 爱恒请人中心 在新竹这个社区型的老房子 已经陪伴曼菲尔二十四个年头了 我们希望筹筹三百万的经费 来帮助这些 曼菲尔朋友有更舒适的环境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点进QR Code 让我们一起送出暖心祝福 变清那天 真的是自己跳下去的吗 你有问过我怎么想吗 你都是想着你自己好不好 只要为你的未来好 怎么样我都可以忍 哎呀我的快儿子 我真的很讨厌你 一点都不想当你的儿子 那是他的选择 恭喜你 自由 好特别 怎么会吃咖啡丁有这种东西 这一排 身体异味系种警讯 医生提醒了工作忙碌压 压力大 容易产生疲劳臭 代表肝腎代谢都不好 造成体味的原因有非常多 事实上老化会导致皮脂分泌 物质改变 产生加灵臭 如果经常感觉身体疲累 缺乏休息或是压力大的时候 容易有异味 可能导致肝肾功能差 引起疲劳臭 当我们疲惫的时候 我们整个都像泄了气的啤酒 包括我们讲的口气 味道都会出来 我们口腔有些细菌 事实上更容易滋生 那味道当然会不好闻 我们身体当然代谢不好 在伴随着整体的味道 会感受到非常不好的味道出现 许多人认为疲劳等于肝不好 其实不全然正确 引起疲劳感的原因相当多 肝功能异常只是其中一种 可能的诱发因素 肝脏又被称为沉默的器官 如果因为肝脏出问题 而产生明显的不适症状 那可能已经到了相当的严重的程度 民众碰到口臭的困扰 往往直接连接到 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 而到门诊 寻求胃肝胆科医师的一个协助 那确实我们会询问患者 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了 饮食上是不是多吃了一些红肉 葱蒜这些 那是不是蔬菜摄取减少了 那另外就是这个作息不正常 睡眠时间太短 肝脏是体内代谢很重要的器官 体内蛋白质或摄取蛋白质食物 分解后产生的胺 可以进入肝脏合成尿素 藉由肾脏排出 肝功能严重受损时 胺的代谢会变差 呼吸可能会有异味 其实我们呼吸有异味的话 很多器官的受损都可能会有异味 比如说我们从口腔开始 口腔的发炎 耳鼻喉的发炎 我们气管的发炎 它最后还是通到嘴巴出来的话 它都可能会有味道 那当然比如说我们胃的发炎 然后还有啊 比如说我们 各项的重要的 性陈代谢器官 比如说肝脏 肝脏 肝脏严重受损 阿摩尼亚的呼吸 可能透过呼吸出来 也会有味道 当肝功能下降的时候 我们这个合成排出的功能 就会相对就会比较弱 安的会累积 然后相对累积 它会借由我们的皮肤排出去 所以身上就会有一些 所谓的尿稍微的部分 一般人会讲说 它叫做疲劳臭啦 确实是因为 呃我们的食物会经到 经过我们的消化吸收 体内的一个消化吸收 那在消化吸收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会有一些 呃发酵的一些气体的一个味道 所以其实是 不管是口腔散发出来的味道 还是说我们排出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味道呢 其实是都会受到我们吃进去的一个食物影响 多分类物质在肝脏疾病的预防 和肝脏代谢调节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过不同的多分类 它们的作用机制也都不太一样 例如有的是透过影响蛋白质或基因的表达 来阻止肿瘤细胞的增值和转移 有的可以透过调节细胞凋亡 来影响立腺体的功能 有的可以清除自由基 防止酒精引起的肝损伤 以健康的角度来说 蔬菜水果里面都含有丰富的植化素 平常多摄取对身体比较好 尽量减少吃一些加工食品 可以多吃天然圆形食物 饮食的话 我们当然是鼓励吃天然的食品 那还有啦 比如说胭脂的食品 烤啊炸的食品 油腻的食品 然后这些能少也是要不要吃太多 我们可以广泛的摄取不同的多分类化合物 来保护我们的肝脏 像是含有白莉露存的桑胜 蓝莓葡萄 还有解皮素的柑橘类水果和红洋葱 含有绿仁酸的咖啡牛棒苹果 还有含耳茶素的绿茶 以及经常被应用在咖喱中的姜黄素 营养师廖宜钦博士建议 从生活习惯方面着手 必须先让身体获得充分的休息 维持规律作息 睡眠和三餐都要定时定量 适时规律运动 维持好心情 别让尴尬困扰人的异味 随着身体发出警讯 TVBS新闻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欢迎收看今天的Focus世界新闻 我是浩婷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新美姐 女人我知道 新增了 短影一轻功能 在这个APP里头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最新的彩妆 你可以看到如何穿搭 你还可以看到 最厉害的保养圣品 重点是